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講李居明 這位大師 究竟他是神算 還是神棍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他有很多古靈精怪的 教人 打坐 我小時候就跟他 有手印打坐的方法 運程書 我小時候就跟李居明 學打坐 看他那本書 主要來說 他又學 物宗 又用劍指 在口罩上 教人如何抗疫 還看龍珠 似乎是古靈精怪的 他自己連新光戲院都不保得住 玄學方面如何輸給教會 教會是基督教 究竟是甚麼情況 另外 說了一些他看錯了甚麼 他預算一些東西 他估計一些東西 他都看錯了很多東西 譬如梁振英 林鄭月娥 那些香港大運 他可以完全看錯了 但聰明 他在這樣的情況 他甚麼都好像不對 但他每一次那些 臥命改運 那些預算 每一年都很多人看 那究竟是神算還是神棍 他有甚麼經營 知道錯著 都那麼多人 喜歡看他呢 麻煩你吳仔 大家好我是飛龍 早前我都講過幾位堪如學家 究竟他們講些說話 美不美 今天講到李居明 因為李居明之前我沒有講過 有些人說李居明是神棍 我就不會這樣標籤他 不過我會講一些他自己 都算錯了的事件 例如當來一些特首有關的事情 他算出來之後 和事實有些就不是很相符 那這些我會講一下 另外他的近況我也會講一下 例如大家都知道 新光戲院是李居明的大本營 可惜就算李居明是玄學多厲害 最後他的大本營也保不住 所以有些人在說 玄學最後都要輸給教會 最後新光這個場地 都要變成爺哥的場地 因為新光去年11月 就已經逆手了 新的買家身份也曝光了 屬於一個教會 他們早於八年前已經對這個地標項目 深感興趣 結果儲了八年前的情況下 終於扣得他們的心頭號 教會中人還形容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大過 李居明的玄學熟數 大家都知道 新光戲院目前幾乎每晚都上映粵劇 不過新的買家 是一間以英語為主的教會 消息人士透露 新的買家拆支了7.5億 扣入該地標項目 造價較去年市場 估計8至10億已經低了 如果以現在的戲院總流面計算 9.8萬平方尺的話 其實平均尺價只有7,813元 而李居明早前也找到他 粵劇老官朋友 在北角新光戲院為毛澤東演出 敲響挪鼓 李居明期後還出示法律名件 交代新光未來動向 表示根據要求新光粵劇大堂 明年初就要逆主 新光的十二年生涯也正式畫上句號 李居明亦表示他 遭用新光期間添置了不少音響 燈光 現在也要進行搬遷 也有找過一些行家接收這些器材 由於新光過去也想演到不少粵劇 如今他失去了場地 李居明也直言非常難過 也是對粵劇價一個嚴重的打擊 並稱過去新光有演出 可以帶動鄰近的餐廳生意 也有不少的餐廳老闆也大為不捨 李居明說 根據法律文卷的要求 他收到信開始計算 六個月內就要立即搬遷 之後教會又表示 不用這麼快 只是要求他們 讓出聖誕檔期給他們 教會舉辦活動 李居明還說 他一直有跟教會代表合談 對方很喜歡 並透露有人8月1日將會收到最後答覆 只求有奇蹟出現 為什麼連李居明也要求奇蹟呢 他不是那些風水的屬素 有方法可以改變命運 還是有些命運太過命中注定 風水也改不了呢 李居明表示 租用新光期間 其實他自己也投資了千萬 把建築物翻新 才成為今天新光戲院的大劇場 所以他自己說 如果你問他 他一定是難過的 以及不捨得 現在香港 好像每天都要跟很多好朋友告別 今年更多 跟很多集體回憶告別 很多都沒有辦法挽回 魚害術數都沒有辦法挽回到地勢 他自己說 新光現在是不可逆轉的事實 所以他自己特別挑選了兩套粵劇 作為新光的告別作 分別是疊海情真和毛澤東 兩套分別是傳統和新潮的戲曲 清製作毛澤東也涉及了敏感題材 每位老官都頂受壓力 也很感謝大家的付出和支持 但可以為中國近代史出一分力 他亦表示 租用新光在12年期間 製作了37套原作粵劇 而且很多都大受歡迎 但沒辦法 現在都盡了 粵劇的從業員應有的能力 李居明也有提到 3月一日當日 教會正式過來交易購入物業的時候 新光舞台竟然想了一塊大碩士 李居明還說 一踏入那日子 他們的舞台就有一塊很大的碩士 大約是11點多 交接時間發生的時候 新光還有一些小地震 好像地運轉了 轉了老闆而有反應 而他覺得新光本身也很有靈性 好像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而李居明表示 最擔憂就是 新光內的 供奉華光師傅 現在竟然 不知道去了哪裡 也曾經問過教會 可不可以接受華光師傅的象在新光那邊 因為他不想拋走 始終對於他供奉了很多年 他也去過白和湖館那邊 找主席和冠天商討過 可不可以擺放在白和湖館那邊 但如果同一時間白和湖館那邊 也有供奉華光師傅的象 但老實說 教會怎麼可能讓你擺放其他的帳 不關教會的帳 所以這個也是很難的 這個不用懸學術數 我簡直告訴你 是不可以發生的 另外龍冠天也表示 新光要結業大甘不捨 龍冠天說 其實之前也試過新光要結束 但李居明就令到新光可以繼續營運 知道這件事發生 希望他們現在可以談得到 他說還希望有奇蹟出現 至於新光裏面的華光師傅 像去了哪裡 他亦著手研究 這麼奇怪 像不會自己離開的 他們沒有放在電視上 完全不知道像 那麼大的像會不見了 這次看看李居明 究竟他的法力夠不夠 如果他這樣之下還可以留到 如果他們可以搞粵劇的話 那麽我真的覺得李居明 有這麼多筋量 否則都不會覺得是無料的 只不過到時候 你知道他們一定有些方法解釋 有時候就算那些不靈 說錯話 也有東西可以解釋到 有些明文決定的東西之後 風水也搞不定 不過老實說 那裏新光戲院 計分赤價 即是七千多元一尺 其實真的很划算 為什麼李居士搞不定 他沒有辦法 不可以叫龍珠 集氣給他一些能量 之前他都說 疫情也可以叫龍珠集能量 那次集一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搞了三年才知道疫情才過去 好了 接下來說一說 李居明以前試過有什麼說話 說得出來是不中的 例如在2016年尾的時候 李居明曾經在商台節目中 表示當時 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八字 和蔡英文相當接近 當時還說 梁振英在69歲之前 還有選舉運 暗示當時梁振英可以連任 最後事實是怎樣呢 就是梁振英放棄參選 而蔡英文就2020年連任 那就是其實 梁振英和蔡英文的命運是不一樣的 看到有個英字就以為 那些命運是差不多的 另外 李居明猜錯了梁振英連任之後 當時他又表示 如果林鄭月娥當特首 可以令香港有正觀運 即是香港出名 有四年出名 還說股市會在2019年 全面反省 回到昔日巔峰 最後事實是怎樣呢 香港確實 因為反送中的運動 就令香港著名於世界 但股市和經濟 當時看上去 就差不多是一蹶不振 而李居明之前又說 林鄭月娥的八字 對中國兩個領導人是有利的 可以令到中國和香港 都帶來和諧的作用 屈時香港就會全面康復 事實是如何呢 其實就不用說了 事實大家都知道 被林鄭當時管理之後 搞到香港很多國際制裁事件 之後2020年還有 疫情來臨 當時香港從未如此 蕭條過 有時候我想說 小的事件你算不到就算了 這麼大的事件都可以算錯 那怎麼辦呢 因為結果李居明還說 林鄭當的特首是我們香港人的福氣 也是中央和香港很好的和諧作用 還是想反過來說 假如當時不是林鄭做的話 會不會情況更差呢 所以就算我老實說 我今天跟一個客人吃飯 說到有可能我要說一下李居明事件 我那個客人自己都在那裡 靈頭 我不知道靈頭也代表什麼意思 我看到我的客人好像 聽到李居明這三個字 都好像很慨嘆 當然 但是啊 之前他算香港的運程 又不是很重 接著他自己的大本營 新光戲院 照計他那時候說 他把了一千萬去裝修 應該佈了一個風水局 原則上應該是不會倒閉的 但怎樣呢 搞不定啊 還是會不會有奇蹟出現呢 雖然我知道假會在那裡 買了回來 但是不是可以最後 有機會可以保留 一些中國傳統文化在那裡呢 另外啊 李居明在2016年的時候呢 有批過廣家欣呢 在2018年會紅啊 那麼當時你為什麼在2016年 批廣家欣會紅呢 因為最重要是當時的 萬千聲輝頒獎禮 廣家欣獲得最佳女配角啊 但是最後要等到2020年 才首度入圍最佳女主角五強啊 而當時萬千聲輝頒獎禮2020呢 他就憑香港愛情故事啊 就獲得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獎啦 還有憑殺手啊 獲得馬來西亞最喜愛的TVB女主角啊 就比李居明呢 本身算她說紅的日子呢 遲了兩年啊 那是不是遲例都好過沒有到呢 還有獲得這些獎其實算不算真是紅呢 最好笑的是網上有人說 李居明的名字似乎有些含意 有什麼含意呢 你試一下倒轉彌讀 對著彌讀之下你會得到什麼 明居你啊 想說什麼 明居你啊 那些人這麼好東西 這樣也想得到 不過李居明有件事很厲害的 就是宣傳很厲害的 首先不要理會她說一些東西 重不重 但很多時候見她呢 都是有高度曝光的 即是有一段時間 你會發覺TVB早上又會看到她 去到晚上電台又聽到她 即是日又聽到她說 夜又聽到她說 你知道香港好食宣傳的 聽得多聽一下你就會覺得 好像真的有些了到 我見網上呢 那些人最搞笑的是什麼 他那時候叫人多看些龍珠 看多些龍珠就沒有病了 有一個人說她 我當時天天都看龍珠 誰知道都中了新冠 不要說她叫人看龍珠 當時因為她說了一句話 我都寫了很多龍珠歌去集氣 即是我只能說老實說 這些龍珠歌只不過聽完之下 被大哥精神上就有些東西撐著 實際wapwap 不要真的當這些東西是完全是真的 我見網上有一個人在說 風水妹的學派 其實也有她本身不變的精髓 她就說李居明的學派 很喜歡轉化一些新東西出來 加她自己的想法 變成另一件事 當然她說 在很多風水師的角度來看 就沒有說哪一件事是可以或是不可以的 或者你可以說宋則有 但有時候有些很基本的東西 例如萬丈高樓從地起 時代雖然變 但有些本身是不可以變的 所以有些風水師說 她就不太相信 在你的口罩上寫什麼 就可以改變到你的運勢 即是在說疫情的時候 反而她說會相信 一些風水師的人 做多些運動 吃多些維他命C 這些又可能更加實際 我亦有一個朋友的風水師跟我說 他說真正 你說風水 例如在房屋裡面轉運的東西 我的朋友 他說他的風水師傅說 其實放什麼都不會轉到 最重要的是 你買那層樓回來 那個位置對不對 如果位置不對的話 放什麼都不會影響到那件事件 所以我朋友說他師傅 就是不喜歡出人聽人看這些家居風水 因為他說基本上 一進到家居已經看到了 你是做什麼都改不了 但是我朋友說 一般人聽到這些話 就覺得這個師傅沒有了道 反而信一些師傅 你給他很多錢 買那些法器 就可以改到運 我朋友說他師傅 亦不會這樣教人做這些事情 所以最後也是那件事 宋則有不宋則無 大家都可以留下刑 你又怎麼看李居明師傅呢 今天月圈新聞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月圈新聞 是這樣的 拜拜